大家好我是小林每天给大家最新鲜 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华语消息 小伙伴们注意了 玩科真的是要玩多的了 破产没得选百分之一千要破产 要爆雷了 今天开会说的很明白的摊牌 就是跟深圳市政府领导一起开记者招待会 没钱没有钱 no money 也no talk 就剩下什么一个就是忽悠 另外一个那就是枪杆子 除了这两个以外没有钱 所以爆雷那是迟早的事情 现在为什么忽悠啊 那就领导没跑完呢 共产党没跑完呢 中国经济的未来啊 必然是悬崖啊 必然是惊涛骇浪啊 是不可避免啊 不可避免的啊 与此同时我们结合另外一个好像不相干的一个新闻啊 就是想说说乌克兰就没说了啊 因为这恰恰也就是乌克兰问题被边缘化 其实这是很危险 如果这个冬天不能很好的处理乌克兰这个问题 如果乌克兰真的搞成不太好的一个结果啊 那台湾的风险将会斗争啊 其实这符合我们之前推理的一个逻辑啊 也是这么一个逻辑 但现在啊真的存在这种风险 我们啊这个来分析分析啊 来分析分析 首先说万科的事情啊 今天不要看没用啊 反弹力度非常小啊 比意料之类小少得多 其实今天的行情非常差 你要对外行看热闹内行看什么门道啊 今天人家韩国涨了多少 韩国涨7% 美元拐点日本涨了多少 日本从三三万点涨到三万三 百分之十 日本这一波反弹几天就跳了百分之十知道吧 中国是全球表现最臭最差最烂 所以要要看横向对比 人家都在历史高位往上突破啊 中国这个还在三千点呢 今天上证指数涨幅只有百分之零点几 百分之一都不到啊 这是全球最差的股市没有之一 没有之一 万科啊 今天出来 我们先说他的开会啊 11月6号下午就今天下午开了这个记者招待会嘛 啊 啊 与金融机构交流金银情况也线下都不开 就线上开 有没有底气 没有底气 事实上其实没有底气 而开会说了什么啊 主要是第一个啊 对于市场传闻深圳地铁计划减十万颗股份 其实市场有这个传闻吗 我没没这个 反正出来辟一个没有的谣啊 这目的是什么 这目的是假装权威 深圳地铁敢减十吗 中央在现在金融风险的情况下 深圳地铁敢减十吗 这不开玩笑吗 所以深圳地铁这是什么 假装权威 有本事让习近平来说啊 这么牛 让银保监会来说啊 让国有国有国家啊 这个这个财政总局来说啊 不是很喜欢站台吗 你看他今天站台啊 深圳地铁董事长 新杰表示我声明啊 将长期十六万颗股份 没有任何把简直的想法啊 外界穿播的信息别有用心是造谣啊 这个什么意思啊 谁敢乱说我们把它抓起来 我们怎么会怎么支持啊 记者问啊 会不会买债券啊 明确告诉大家啊 我说无可奉告啊 你们就不高兴啊 明确告诉大家支持 你问我支持不支持 我明确告诉大家 sometimes knife 明确告诉大家支持 万科的背后是我们 我们的背后是深圳国资 我们啊到时候会表态的 啊 那个连任了都按照基本法啊 是不是啊 啊 按照这个香港的法律流程来走啊 啊 当然我们的决定权也是很重要的 是吧 哎 今天表演的一首西方哪个国家 我没去过啊 啊 到时候我们会表态的啊 这个就这个意思啊 我们将折机购买万科的公开债 有本事现在买啊 忽悠啥呢 啊 也就也就什么呢 表态表个态 有本事现在买吗 那为什么只是喇喇叭 但是实际上不干事啊 那不就是在做重一件事情吗 所以大家凭什么相信这深圳地铁 之前连证监会都不信 你信深圳地铁 深圳地铁 这共产党的这个承诺能信吗 有几分能信呢 之前那个 这么多领导出来都都不管用 现在管用吗 所以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我们看万科的表现 郁亮是怎么说 郁亮说 感谢深圳市国支委生铁集团 关键时刻 对万科强大有力源源不断的支持 对管理团队长期信任 相信大家携手一道 一定会迈过这个关口 这是郁亮说的 这表明什么 表明万科 没钱 表明万科压根 没办法独立的跨过这个坎 今天既然我不知道是不是上面有指挥 让这个一定深圳地铁自己出面 你们深圳市政府解决它 广东省政府不敢接这个查 广东省政府让深圳市政府还是中央要求到 你们搞定它维稳它 是上面有这样的指示 所以很可能深圳地铁也是敢押指上架 我们不要被他们的光环骗到了 把光环去掉 今天这个仍然是打鸡血 你好歹你买几 你比如我们已经买入了五百万 做维稳我给深圳地铁支个招 不要这个有本事先买它一千几百万美元 america的 dollar的先先搞进去 然后我们还会买进 大家放一万个心 先做点动作配套 不要只张嘴 只张嘴显得就没有底气 是吧 所以这个预量的表现 现在可能是深圳地铁就被驾上去了 说真的深圳地铁 我是深圳地铁的老板 我都不想接这个查 这都是个雷 你说想不想接肯定是中央维稳那边 赶压子上架 赶压子上架呢 好了 万科预量看到这个情况 赶紧抱住大腿 就是什么意思呢 你这个深圳地铁别想跑 有点里面这种厚黑穴 大家要看出来 万科现在是抱着深圳市地铁 你深圳市地铁既然来了 我就抱住你大腿 你别想跑 这有点 你看你被 好反正现在被拖下水了 赶紧抱住深圳国支 深圳国支搞不定 深圳国支自己想 因为我自己是搞不定 很明显 就预量这种心理 我们要玩味一下预量的这种心理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万科本身是完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而万科也表示 你看他是怎么描述的 对于境内外债务一定会保障如期对付 市场完全不需要为此担心 这说话有点像骗子 说的太绝对 说真的真有底气的人 他说话不是这么说的 你看现在 因为官方说话都理论上应该不是这样说话 应该投资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应该是按照官话来说 对吧 那现在既然是没有按照官话来说 你看他现在说话都跟骗子一样的 市场完全不需要担心 一定 一定 这有点意思 所有的法律条文 债券上面都明确写着 这个债券是风险自担 那现在李亚万科出来一定是吧 出现地震 再出来一个疫情 出现天灾人祸 你万科怎么一定 是不是 这不是一种很官僚的话 这是属于一种市井流氓说的话 但是他既然这样说话 证明万科没有退路 一个月亮报警 深圳市国支委的大腿 然后万科 现在也是积雪打到底 这个就是这么干 后面没有退路 这没有退路可能是中央习近平给的压力 因为习近平已经国安都出手了 你压的万科如果不能妥善处理 那你预量是不是搞事情啊 你深圳市地铁是不是里面有有反动分子啊 为什么没把这个事情搞好啊 上面可能会有这种看法 现在他们你看他他们没有退路 看他们说的话 按理来讲大机构不是这么说话 我说他应该是冠冕堂皇 就是我们把有能力啊 但是投资需谨慎 你看到你去哪里买这个理财都是这么讲 这个债券债券就是有违约的风险 但是现在这个表述违反了法律常识 这就是国家信用就压上去了 但是压上国家信用啊 我们看他的表述是万科与主要金融机构 保持了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 融资渠道仍然通畅 那说这个又说的很奇怪是吧 今年一到十月份万科新增资金融资超过850个亿 什么意思 我们还是靠借钱 万科又把这个主要合作的金融机构拉下水 也就是到时候搞不定就是主要金融机构的问题 所以万科这个记者刀带会呢 万科是把所有人拉下水 大家要读懂官场这种文化 这跟大家想象不一样的啊 所以所以谁都不这个国家不是不是我们的啊 啊 啊 里面是是都不想担这个责任的啊 万科现在是是把所有男人啊 拉下水啊 这个一一暴雷就是国家暴雷啊 所以就保住自己啊 万科反正如果我报了我就要负责任 这个预量那干脆我把所有人拉下水大家都别包啊 这是万科现在打的算盘 在实质上实质上我们看融资融资数据啊 我这个这个这个内容有点长啊 融资数据地产在一度出现普遍下跌 呃现在融资数据我们看十月份以来房企融资规模仍然在下滑 呃根据中指研究院统计啊 十月份房地产债券融资总额同比大幅下滑百分之四十六点二 十月份啊十月份刚结束 环比下滑百分之二十 差不多二十 所以十月份环比九月份还要再下跌百分之二十 实质上国家有没有给钱下去 没有 因为这个融资说到底 现在基本上是中国共产党给钱下去 外债等于零 外债全部等于零 外债没有 十月份仍然没有房企进行净外债权投资 而融资 同时也没有证券资 资产证券化产品成功发行 没有融到资在境外 所以现在说白了这个所谓的房企融资数据就是共产党砸钱下去 共产党有没有砸钱下去 没有 今年十月八十家典型房企融资总量大幅减少 创2020年以来的新低 如果共产党真的拿真金白银出来 那应该直接把这个房企融资数据拉上去 反正你不是共产党不是救世吗 你去救啊 那事实上救不救没有救 还是在忽悠 还是在忽悠 那就是掩护领导先走 如果真那么牛皮 今天万科就涨停板呢 不是涨这几个点呢 涨这几个点怎么这么大的成交量谁在跑啊 是不是啊 这 这不是个不个好现象 不是个好现象 那 还是一种就是忽悠一把 之前避过园没忽悠吗 哎 所以这就是 十二月四号 还有一个月 恒大又要开会 这次我不知道他是又又又怎么 但上次香港法院自己说的不延迟了 我不知道他他还是怎么安排 那恒大要不要给钱 当时说了融资一视同仁 一视同仁你这个万科这样的 那恒大也把他救了呗 都救了 这人民币还要不要搞 都救了是不是人民币让他崩了 所以 同时啊 我们要靠看到期啊 除了融资没有得到融资以外 房企仍然面临很大的常债压力 根据终止研究院啊 这个这个统计 2023年内到期啊 就是还有还有一个月两个月啊 到期的债券是1165个亿 其中还有海外债海外债占23% 两个月之内又有一千多个亿要到期 明年年初又有 这怎么办 一千个亿 现在每个月你看十月份融资才融到两百多个亿 马上到期要一千多个亿 如果要救房地产意味着共产党要摊下去 把共产党拖下水就是现在万可 但其实让深圳地铁来扮演今天这个角色 中央是有所保留 中央对这个问题有所保留 到时候做的不好出了出了状况 中央是要切割的 深圳地铁能不能撑下这个场面 深圳地铁其实也是打鸡血 现在除了打鸡血没办法 不打也不行 先把这个鸡血打了 尽量让市场氛围好一点 融资融到资了 但是融资这个东西说白了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自己的水龙头 外资别想了 外资不可能投理 现在融资也不知道像谁融 这个有点奇怪 所以这里面让人感觉口惠而实不至 所以每一次反弹 逃命机会 今天看到的情况并没有那么乐观 债券是没有太大的改善 没有太大的改善 该该违约违约 所以这个又要一视同仁 这又有点违反中央金融 因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里面提到 对房地产的融资需求要一视同仁 这很奇怪 所以都别救 都别救 这里面有点意思 我们只能观察 但现在情况也并不是那么乐观 都是空对空 仍然处于其实跟前两个月一样 一个把喇叭出来喊两句 然后一个是警告 出来恐吓 这个威逼利由 也就这么个情况 所以这是万科情况 实质上就是没钱 实质上是没钱 与此同时 说说乌克兰 我觉得要说一下 其实我觉得 大家做好最坏的准备 最坏的准备就是乌克兰 真的要和谈 或者说 所以今年的冬天 其实非常关键 前一个月 大概当时拜登说了 民主国家兵工厂 一定要再搞一千个亿去支持乌克兰 跟以色列 当时其实 其实我觉得美国是意识到这个问题 如果搞不定 现在这个情况 我们当时是怎么分析的 我们当时的分析 如果乌克兰这个模式 就是俄罗斯 隔乌克兰这些领土 这个模式 打到这里 然后和谈 打到这里 然后和谈 这个模式 如果成立的话 台海的风险是走争 包括我 我看的很多人都这么讲 不是我这么讲 今天乌克兰 明日台湾都是这么讲 我一直 我不怕民说 我就 我是尽量为乌克兰摇起呐喊 五毛粉通 不要跟我说 什么客观中立 我就是尽量 作为声援乌克兰的了 在事实的情况 我们也是 有时候事实的情况 就是乌克兰现在 没有打的很好 没有打的 就是 也不是说乌克兰打的好不好 这个邪恶的力量 也不是吃干饭的 就像恶战的时候 日本纳粹 还有德国纳粹 也给 美国造成重大的打击 袭击珍珠港 是吧 邪恶的力量同样非常强大 只能这么讲 所以 现在我看到 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去了乌克兰基辅 跟泽连斯基谈了入欧的事情 有两种理解 入欧是不是变成 泽连斯基和谈的一个筹 是一个交换条件 入欧然后就让他和谈 还是说入欧来到增强乌克兰最后一波 但是也可能是最后一波 我觉得今年冬天到明年春天可能是最后一波 一个入欧盟这个事情 其实就是他详细的我就不练了 不然没时间 要乌克兰加强改革 而且入欧这个事情有望在12月份开始 一个把入欧提上来 一个美国其实已经会继续支持 所以 泽连斯基也重申 不跟俄罗斯谈任何领土交换 你俄罗斯就是全部退出 今年的冬天到明年春天非常关键 必须引 现在引我看可能需要的是远程打击武器 现在如果真这样耗下去真不是办法 一定要直接远程打击 仅靠陆地这样推真不好推 乌克兰也不能这样牺牲人员也有限 一个是F16这个飞机要飞起来 再加上这个远程打击导弹直接打过去 美国要给真家伙 然后 如果乌克兰到明年春天都没能搞定的话 或者说真和谈的话 台湾就非常危险 你想想现在这个模式 对于习近平来讲是非常可以接受的 制裁就制裁 我反正我还是拿到了这个土地 我就制裁就制裁 他可以接受 现在你发现包括俄罗斯 包括中国 他愿意接受这个制裁 然后拿下台湾 就现在俄罗斯售的这个结果 他觉得可以接受 一个经济崩溃就让老百姓吃草 吃了草之后 打下一个 也不知道打下一部分 还怎么样 然后和谈 金门马祖打下来和谈 再过个十年再打本岛 打完本岛再打冲绳 是吧 打一下又和谈 打一下又和谈 那世界秩序崩溃 反正 看吧 先说那么多吧 留给大家讨论吧 觉得不错的打开小铃铛 拜拜